我们继续学习一个现在网声家门录里面的故事 叫张静三居士 观音预告和长网声 张居士呢 是浙江渝瑶方朝人 兄弟四人 张居士是居小 一年啊学习儒家 儒家之事 千姓纯善 对父母非常孝顺 简朴勤劳 忠实不期 等到长成年了以后啊 经商 对待人 物都很慈祥 慈悲 而且策划有方 等到四十二岁那年 感觉啊 国运衰败 世事如浮云一般 就不想经商了 专心计辅 但是这个变误结束啊不容易 成员摆脱啊很难 是好居家修行 将殿堂作为连设 供念佛 并同时经商 同朋友家属都断九路 专修建议 每天的五根举起来了 比高声念阿弥陀佛数百声 就是将近三年 有一年呢 夏天慢慢的他身体开始变弱 有病 这个病啊 残眠了 链鱼 等到这一年的九月初一 去写信 邀请他的朋友啊 到家里 说病痴颇重 这个善知识就劝他 说要放下万元 谢绝医药 一心念佛 出身净土 念佛的人平时如果能念佛 不如啊 在病时能念佛 你久病未遇 谁又何怕呢 这你应该心向佛国 念念不忘弥陀 知求进土 实施莫忘极乐 甚至啊 说佛多诸苦痛 极乐无良快乐 一心念佛 希望阿弥陀佛能够接予我们 同等彼岸 张局社听了以后 非常高兴 欣然接受 于是医药都摒弃了 和一切誓言断掉了 并且祖父要写一个纸条 贴在墙上 告诉来的人 我决意专心念佛 出身净土 脱离轮回了头生死 各位亲友来访病的 一定摸谈 凡俗之事 多念弥陀 祝我往生净土 就感激不尽了 从此以后 每天啊 就请观中寺的僧侣 数位 陪在床边 苏妙佛 周夜不错 到初八的上午 忽然看见观音 前来告诉说 你啊 十八日可以到莲池 往生西方 于是屈指寸 还有十来日 虽然告诉了周围人 心中还拿不准 到了十四日之后 又看见观音 来告诉他 你十八日啊 回生西方了 日期总确 于是心里边就安定了 开始嘱咐他的孩子 邀请善之时 在十七日以前 感到余有 并且在请念佛 助人 帮助助念 往生西方 到十六日早晨 闭眼就能看见 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 清静庄严 现在目前了 这说明啊 他的意识 心意识 和西方极乐世界 已经相通了 十七日 又看见 谁说 我生西方 又怕我了 散之时 看到他呀 心神清爽 六根很爽力 很平常 据是说 我一切事情毫不挂心 但我生西方的念头啊 不忘 或是经验的十一时 才去 助念佛号的诸位法师 日间啊 多休息 夜里辛苦 帮助我 晚上来念佛 到了晚上九点啊 何家的家属和各位法师 都集中在房中念佛 他自己招呼来 剔头 沐浴 更衣 衣做完以后 就诚心发愿 静卧念佛 一带接引 到十二时 还没有看见 阿弥陀佛来迎 举手 十一 就改为明日的九点 告诉人说 有好消息了 看见啊 有个童子提一个 灯笼一对 非常光明 来迎接他 到十八日上午八点 要水洗脸 病人啊 为他省其衣备 端坐身躯 静卧念佛半小时 忽然啊 自己把手伸在被子外面 恭敬合掌 做以佛的知识三四次 再瞻仰阿弥陀佛像 让他的孩子 念朝西念念佛 到九点二分 安详去世 毫无痛苦 两小时以后 摸他的身体 周身已经冷了 唯独顶门 还很温暖 他的劝鼠 杀人都没有哭 修念佛号 到又练的时候 四肢柔软 面貌如生 可见啊 这些居士 在十日之前 就预知实质了 中间又观 极乐圣境 临终能合掌做礼 闭气后 鼎门后冷 这都是 往生西方的证据 非常的熟悉 非常的容易 这个功夫啊 在于平时 平时我们 老老实实修行 平时 努力的念佛 行善 功夫在那 功夫在这 而不在于 其他 所以大家 把功夫啊 一定放在平时 千万别等到 临终时候 我们做不了主 就麻烦了 一定放在平时 平时功夫做到 临终啊 放心好了 一定没有问题了 一定没有问题了 当晚